盘点颁奖典礼上的尴尬瞬间 荣子山上台领奖时同台的嘉宾都拿到了奖杯 因工作人员深恶没有给荣子山奔发奖杯 荣子山空手而归也太耳人形同了 郭德纲在杀一一家人颁奖时乱开玩笑 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也太不合适了吧 周星驰在出席某班奖年龄时任主持人提议 让周星驰出题考验嘉宾 而主持人张大大却无视周星驰 新年初的题目是生孩子 生孩子 表演难过的话 你还是表演难过 生孩子 华尚两次提醒都救不了场 现场气氛一片尴尬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小沈阳上台领奖不受尊重 台下的嘉宾都在玩手机 大家 不要 我吓死你们 一个个都困了咋的的 玩手机一个的鼓掌不行吗鼓掌啊 台下的大看们都惊呆了 洪博在一次金马奖颁奖上被郑玉玲调侃穿的是睡衣 穿的是睡衣吧 因为你知道你有五年没来 这五年我一直在金马奖 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 回到家里穿什么 对不对 回到家里一定要穿得舒服一点 舒服服的人在啊 不得不说 黄埔的情商就是高啊 就是 再来 一